又來到我們下半場,因為在幕後我們已經在講很多anti-racism 我們想繼續這個題目,何議員你好像有些東西想加插嗎? 哦,是啊,其實講講總督歧視,其實我同意Ben說是不會完全消失的 但是某個程度上是可以改善的 你知道嗎?其實在加拿大來說,我覺得我們加拿大的教育制度 在某個程度上已經做得好過全世界很多移民國家 譬如你說美國或者澳洲那些 你看到我們加拿大,在我們學校裡面,尤其是中小學 你看那些小孩子不同膚色,他們玩得上來是攬頭攬計的 這件事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還有,總而其是其實大部分的情形都發生在大人身上 好像剛剛我們萬錦市上星期五那樣的個案 一個57歲的白人男子走去侮辱一些亞裔的女子 你看到這些人其實某個程度上,第一,他們是上了年紀 第二,他們一定是不得知的 他們經常覺得有些外來的人搶了很多很多東西 對他們不公道 但是小孩子是沒有這回事的 歸咎於我們加拿大的整體教育,我覺得做得不錯 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在我們每一個加拿大人心目中 都一定要經常緊守著這個崗位 坦白說其實歧視是很多人的心都有在 但是你只要不抒發出來,你不要說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因此我開心的一件事就是 在最近的保守黨黨魁篩選裡面 有一個候選人Derek Sloan 嘩,他扮人豬得不得了 我最開心的是連保守黨的黨員都覺得他是太過份 這件事就令到我們加拿大的總督歧視問題沒有嚴重化 好,Dr. Kenning,我記得很多年前 Carol Bell說我們 Too Many Asian Signs那件事 我是第一次認識你 那時候覺得你做這件事相當好 由當年到今天 你發覺歧視華人的程度 是不是沒有以前那麼厲害,還是有沒有改善? 其實一定都有在的 不過大綱來看,已經進步了很多 因為每個人,好像阿倫和Ben都說 其實有時候會有不明白的事情,會有歧視 那時候未必能夠帶動到 不是能夠帶動到 煽動到 那些人去 對仇恨出來 那就是最重要的 當然一個領導者能夠帶動到這樣 已經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 因為能夠大家一起努力 做到這件事 在整個立例 以及直接不能夠帶動到這件事 變成減輕了 在我們這個政策方面 其實就少了 如果有事 突然多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們有這樣的階段 有政府有推動 這個其實就可以預防得到 始終在一般人民 都有時候會有這樣的 這個就是教育 小朋友一路帶出來 希望讓小朋友帶動到大人 也會減少他們 因為那方面 我們接觸活動也會減少 如果有情形之後 我們有這樣的政策 政府方面 警察方面 都有的話 變成可以鎮壓到 就不會開始 不會讓它繼續發生 好像火一樣 不能再燒下去 這個其實就是 這件事已經減少了 沒有這樣的事 現在 不過有COVID-19 又有這樣的事 帶動出來 多方面的政府 多方面的領導 都要能夠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不同的 今次Taser Asia 都不同的黨 不同的 例如Jenny Kwan NDP from BC 都有參與 我們也有帶動出來 例如警察方面 例如Billy Peng Logan 舞手黨歌方面 我們全部華裔議員 都有出來 都有說這件事 他們明白到 我們有鎮壓到 馬琴政府 當然有這個 帶動了這個 Diversity 有這個 Face Relationship 好像 今日市長 也帶動了 一個特別的 Mary Chambers 能夠帶領到這個 政策方面 如何能夠 預防這個 政策 對這些仇恨 和恨恨 等方面的事情 這些是好事 因為他們開始 著重這件事 Taser Asia 其實可以 好像週末那些事情 都是一方面 兩方面都進行 又要軟又要硬 確保他們能夠有這個政策 我們希望 將那些片 好像你們沒看 沒有機會看 我們過了兩天後 我們在網站 可以看到 我們一路再改良 帶動多方面 好像在我們的 範圍 因為今天未必能夠 講到詳細的事情 好像在我們的 範圍 FCCM TOA 可以看到 那兩天後 我們轉一轉話題 講回COVID 那件事 我們鎖下降了這麼久 其實 在你的專業 你是不是一直在開工 因為你算是全選人員 是嗎 因為我是家庭醫生 當然 我們以後的職責 有些不同的 或者他因為專科 他在醫院 也要選擇 有些不能夠服務 我們前線方面 就是家庭醫生 對我們病人 也要照顧 那個做法的方式 已經開始有些少改變 初初的時候 in a way 就是lock down 減少 我們盡量一些 在virtual 好像電話 跟他們接觸 或者是網上 不過我們 還有一部分人 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 SARS的時間 去到不同 有些人未經歷過 怕預防之中 當然有措施 在準備 例如我們親屬 都會有病人 需要的 可以抽血 檢查其他 我們也要服務 不用他們去其他地方 醫院 我們要在電話 知道他們沒事 怎樣情況 我們要在電話服務 在電話服務 很多家庭醫生 都有這樣做 多方面都有 是否更辛苦 相比來說 其實辛苦了 兩方面 我們要在電話方面 又要照顧這些方面 又要戴口罩 還有多方面的預防 又要清潔 我們分配病人的時間 約會 都要看如何策略 都不同 其實就多了些工 不過這個是職責 我們希望會減少 我們入職 其實是給大家一個反省 剛剛多大清清說了 無論是對病人 以及對內部的清潔 其實在這個疫情裡面 第三方面 其實很多生意人 是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對員工 其實員工是我們生意的 最大的助力 而員工對於工作環境的恐懼 怎樣可以減低的呢 其實就是我們經濟復興的 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 萬事俱備 政府給多少津貼都好 如果沒有人上班 Ellen 整個城市都是死的 其實 你知道這次疫情 受創最嚴重的一定是零售 而零售之中 就是餐飲業才是最慘的 不過都很開心 因為這個星期五 已經第三階段的 reopening 可以開始那些餐館 開回來 還有那個人數的上限 嘩 都相當好的 在餐館裡面 原來是沒有人數上限的 只是私人 私人派對才有五個 或者是在內地 好 Ellen 你下次滿月酒 別請這麼多人 他滿月酒 你覺得 他寫孫 他寫孫 這件事某個程度上對他們的經營成本都是相當重的 其實我們今早都在萬錦市內部開過會 有很多問題來問 大家很開心就知道酒樓那裡已經可以開回了 另外原來有很多華人很關注的就是講卡拉OK 因為你知道在家裡漏了幾個月 每個人都想出街,卡拉OK不在家,卡拉OK還沒開始 開始了,不可以私人房間 你可以大廳,大堂可以開始 其實Facebook和Facebook分別不太大 只不過在室內的人數有一點不同 以前Facebook只准許10個人 其實今次是50個人 錯,你是錯的 Ellen,生活是沒有限制的 剛剛Ellen說的是正確的 Ellen是正確的 Ellen是正確的 Restaurant是 OK 但整體上 在In Door的Gathering 一定是50個人 是你的Party 是你的Party是50人 別人的Party是50人 沒所謂的 可以增加了很多 還有你的房間的屋子 你應該是30%的 capacity 因為你根本就是這個 所以你說沒有限制 整體上也有其他限制 阻止到人數可以參與 在這方面 我們開完會之後 我們市長都叫我們的CAO 再去Furder Study 說50人100人那些 只是說那些Party 是啊 餐廳那些是沒有限制的 假如你的餐廳 你的Bankred Hall 有10萬呎的 你沒有限制 可能限制50人的 經營不夠限制 是不上限制的 但你的capacity 因為Stage 3 就可以開放到100% 是不是這樣 不是 是Social distance 沒錯 用兩個m的限制 因此你有10萬呎的 你可以開500人的 所以不是限制的 而是限制你的Social distance 是的 正確 而且要戴口罩 是不是 另外一件事 吃飯不要戴口罩 吃飯不要戴口罩 吃飯 哈哈哈哈 另外一件事 我們又說到CowK 因為這個問題 是很多華人問的 我們CAO 都檢查過 都可以的 唯一一件事 就是說 原來有專家說 傳染病毒 如果在CowK 用別人的麥克風 而不清潔 那個情形 是更容易的 大市加麥克風 是否這樣 沒錯 或者每次 一定要抹麥克風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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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件事 暫時來說 還未完全可以開放 對 有幾樣東西 不可以的 Amusement Park Water Park Buffet Dancing Restaurant Bar 不可以的 Over night stay at camp 不可以的 Private karaoke room 正確你講了 可能不可以的 OK的 然後 Sona又不可以的 Sona 和Steam room 不可以的 你講的Facial Facial那件事 不是Personal Service 應該可以的 不是 Facial碰到人的臉 你要戴手蜜 你肯不肯戴手蜜 給人做Facial 你試過嗎 戴手蜜做Facial Dr. Kenning的專業意見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譬如餐館 不能戴口罩 他在吃東西的時候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吃東西當然要用口吃 所以他們現在 必須要隔開 Facial distancing 要隔開 總之餐館能夠 Distancing 減少機會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口水的話 到處是 所以分隔 你的capacity 是減少了 不過這樣安全很多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香港 是怎樣做 香港已經在進行 已經去到那些 Facial street 但是同時我們做得不好 可能會引起 可能會走回頭 希望不會這樣 所以一定要 做得多方面 大家要好小心 清潔方面 都一樣可以吃東西 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 有距離就可以了 接近的時候 就不能夠 還有你吃東西 希望你跟那些人 你自己家人 那些去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可以分開的 賀議員 市長說在英多要戴口罩 這件事怎麼處理 是呀 那些公眾場合 是呀 當然啦 超級市場 或者很多地方 你進去的時候 都希望你戴口罩 其實呢 說開 食物那方面呢 我覺得呢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推廣我們的中華文化 因為我們有句說話叫做 食不言寢不語 當你去餐館吃的時候 不要說那麼多東西 你知道嗎 早前我們開放露天茶座的patio 最初呢 我們就說了說 不可以在室外露天茶座 因為在停車場那裡 不准唱歌 不准表演 那麼我們很多人的 批評就是擔心 原來呢 還有另一個原因的 就是說 唱歌呢 原來噴口水最嚴重的 哈哈哈哈 因此呢 不說話呢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是可以幫助 那BAN不能去餐廳那裡 我絕對哪裏都不可以去 我連洗手間都不可以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進去都唱歌的 其實就是 Alan 是不是那些餐館 其實recommend 一些waitress 是要戴口罩的 哦是 這人真 反而吃東西那時候 我們可以exam 戴口罩 因為一定要用口罩 是不是 那時候你都 不說話 OK的 你拍不到口水的嘛 其實剛剛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 商業重啟 特別是飲食業 是因為這個social addiction的問題 是要大家保持距離 而且呢 有很多餐飲業我最近光顧過在padeo的時候呢 他們都是全部 都在環保置之路外的了 所有的東西都是disposable 筷子、匙羹、碗、碟、 全部disposable 全部disposable 是呀 一次性就劈了 那如果我們現在出去飲食 發現自己是要用了那麼多的東西 那我們是應該如果是給更高昂一點的費用呢 希望聽眾大家聽到之後呢 都樂於 因為商家是很難經營 商家現在是步步為營 穿著石頭過河 完全不知道下一步怎麼做 那麼他們現在都在嘗試用一個 新常態的方法 去經營餐飲業 所以加價 是我不斷地提醒每一個老闆 麻煩你們加價 不要再用這299 199的點心 是做不到的 那如果你繼續 是用一些 以便宜 或者是薄利多消的觀念 新常態是不容你生存的 如果你是這樣的心態的話呢 不如回家亂途 不要再做了 明白 因為是便宜的 我絕對很少說的 同意一下 因為經營成本 基本上 就真的增加了很多 全都高了 你還要便宜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如果到你這裏吃東西 你不便宜 不過政府也要支持這件事 好像現在的話 繼續要支持 這個初步 好像這個 在轉變之中 可以做生意的話 政府方面 如果繼續能夠 或者支持員工 或者怎樣能夠 支持他們 經濟方面 他們可以 能夠局部 能夠 survive 將來 去到新的 Normal 那裏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 安全 這個 民生方面 有 繼續有打工 經濟 老闆 能夠 可以能夠 有一點 資助到 知道 不是 用盡了 所以 Dr. Ng 你也知道 聯邦政府最近將 CWS延長到 12月19日 而且將 申請方式方法 都放鬆了 不一定要 營業額 跌三成 因為有些商業 跌三成的營業額 對毛利 一點都沒有影響 有些商業 跌三成的營業額 好像你做醫生 跌三成 基本上就入獄了 好像我們做專業人士 跌三成就入獄了 因為我們全部用人來做事 基本上就不能生存了 如果有貨物的話 你可以做很大的量 你跌三成就無所謂的 你的毛利是在的 所以 聯邦政府現在 好像Dr. Ng 是在做一些東西出來 是人性化一點 當時 原因是 緊急 零下 用 非常方法去面對疫情 但是經過四個月 聯邦政府現在在考慮 怎樣用一些比較人性化的方法 繼續去支持商業社會 如果用過去的方法 其實 那些錢真是放到鹹水海 有很多人 希望得到幫忙 但不標 但有很多人不需要幫忙 因為他的指令令到他們受益 變了很多人說 有很多 學生 拿政府的五千元 一千二百元一個月 他家 這個學生 這些新人都沒想過出來工作 他家的家庭是富裕不得了的 為什麼給他們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出去吃餐飯 去一次卡拉OK 去一次巴 都不只花一千二百元 大部分的年輕人 為什麼還要給一千二百元去多次酒吧 這個我是完全不知其解的 我其實非常同意 另外一件事 經過這個疫情之後 其實一個新常態 我們都要去面對 最簡單 剛剛 Ben哥說 就是 餐飲業一定要加價 這件事 不能避免 另外一件事 我們今天都在說 其實現在每個政府都花了很多錢 或者收少了很多錢 將來 其實 只有兩條路走 要麼 就是加稅 要麼就是減服務 今天開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議員說 我不容許這件事發生的 然後其他原杖問 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好計劃 又不用加稅 又可以不減服務 因此 當你沒想清楚 去面對現實之前 其實你會很痛苦 將來突然間 這個世界 原來疫情過後 是變成 一個很陌生的世界 我希望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另外一件事 相反就是 經過這個疫情之後 另外一個新常態 就是有些行業會好了 如果那些行業是跟高科技 網上 有關的 是好了 最近 大家都聽到新聞 看電影 那些公司 或者遊戲機的公司 他們那些membership 多得不得了 生意好得不得了 因此 將來 零售業 其實某個程度上 是被迫 一定要 維持網上銷售 另外 譬如在我們 室子的立場 就說 將來 其實有很多 我們那些 即是說 採訪 例如餐廳 餐廳 我們都可能 就會 加入一個 元素 就是 想著他們 將來 需要在外面 有地方 做 因為現在 很多 尤其是 華人的 餐館 是沒有地方 做 你看到現在 很多餐廳制 在門口旁邊 放三兩張桌 是完全沒有地方 將來 其實這些 都是一個改變 大排檔 那些 有沒有得搞 Marco 因為其實 有某些商場 已經考慮 做這些 甚至 即是 開始準備 Stage 3 增加 大排檔 其實這個 行不行 行不行 其實大家要考慮一下 加拿大的天氣 可以看 冬天做不到 冬天做不到 夏天太熱 上星期 熱到三十四度 很難做 星期日下雨 很難做 所以 望天打掛 只可以 這樣 但其實呢 這件事 可以透過一個 文化去改變 大家知不知道 在說夏天 你知不知道 在溫哥華 他們那個 街頭日節 是可以幾個月的 不是好像我們這樣 即是一個weekend 街頭也是的 街頭也是的 是嗎 西加古也是的 Exactly 因為天氣問題 他 講回加拿大 因為西加古比較暖 加拿大其實冬天 都很長 溫哥華做到一件事 因為原來 船墓 有一個 很大的空地 那個空地 比我們香港的大大地 因此 我很多朋友 你知不知道他們在那裏 營業 三四個月 他們找到一年的學費 在溫哥華讀書 原來可以 可以這樣做 這個文化 其實可以帶來 多不多 溫哥華的天氣比較溫暖 溫哥的天氣比較溫暖 是 他比我們一兩個月多 但是我們沒有地方 而且沒有這樣的文化 沒有這樣的 馬克勤佩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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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 其實 除了我們Tacer Aisha 跟那邊Ritchman 他們近時 有合作過 他們邀請過我們 參與 帶動他們的節目 那方面 初初他們 主要是只吃 放那些東西 在那些地方 我們也參與過 帶動多元文化 好像帶動 菲律賓 其他族裔 這樣做 這是做得到 因為他們有地方 好像Earlan這樣說 而且天氣 長時間 就是 做得不同 我們這裏 有這樣的可能 他們也有考察過 有些人其實就來過這裏 不過就是比較難一點 而且天氣方面 也是比較難一點 不過都一樣有這樣的可能性 而且 這裏其實 人民是慢慢習慣的 所以 講開天氣 其實有一件事 我想在這裏 借助 何議員 回市議會 反映一下 單車徑 不要學加州 不要學溫哥華 別人下季的天氣時間長 可以做單車徑 很多人做單車徑 簡直浪費到 車廁 路已經窄 而且在大陸裏 整條單車徑 一年都用不到四個月 平時時效 即雪 這些事情 有機會反映一下 謝謝你 麻煩你 不是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在 不知多少人 冬天 踩單車 不是說 落雪怎麼踩 我想問你 落雪怎麼踩 要踩 更快 你真是不知 即左雪怎麼踩 這是不可能的事 有有有有 我在 我當然知道 你說的 我也是在 我住過 而且在冬天 有人踩單車上班 Ban 這件事很有趣 三五個人 三五個人 未未未未 為了三五個人 然後將一條路 本來兩條 就變成一條 Ban 我都同意你 其實可以踩單車 時間不多 但當你提出這件事 你會被很多主流的人 罵 不得了 因為 在安省 其實 有了一個計劃 叫 Lake to Lake的單車徑 和跑步徑 是已經過去幾十年的 洪徒大略來的 我相信 阿力士會知道 如果你參與過 我們那個單車會 你就知道 他們每天 寧願 他們反對 擴闊 這條路 都要你保留 單車 不知道為什麼 你這是很自私的行為 又不是的 有個人的利益 他們甚至乎有個計劃 就是在York region 可以踩單車 落到丹丹 去到 Lake Shaw 是呀 早上開始踩 就在四點鐘上班 就只能回到一塊塊碟 很多過 Lake Shaw 上到 Lake Simcoe 這樣叫 Lake to Lake 你都沒上去 region 這些是新的地方 你經常聽到一些笑話 踩單車上路 忘記了嗎? 我都喜歡踩單車上路 再回到疫情之後 中谷听众,很多人觉得坚持就是胜利 这句话,希望大家商家三思 坚持不是胜利,如果你是一个被淘汰的行业 希望你不要坚持,要面对新的挑战 我想问一下,Dr. Kenning,你也是FCCM的Chair Person 你们有没有那些学生想创业,你们有没有那些行业可以帮助他们? 我们当然是准备筹备,不过有疫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community center 也要关闭,这个其实是一个想法 因为疫情现在我们要变通了 所以我们本来在王府井的新的中心 都准备了,装修当堂也要停下来 因为这样,其实就是在准备 让他们在年轻方面,可以创业 给他们有机会,我们一起在那里准备这个地方 给他们创业,给他们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参与做好像Wyerson那种方式 原来在王府井是可以做incubator 可以接触到我们华裔的生意人士 或者是主流的 和跨国 也有机会给他们 有很大机会让他们有些地方 有时他打进去其他地方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不仅仅华人族裔都可以 例如Stick Sir 来到的话大家可以交流到 可以有机会给他们 但也不是太远 很多子女都在这附近 不用去登堂 不用去其他地方 要和大学一起 其实你的想法 有没有办法 邀请Ben去参与一下 其实我觉得在今时今日 很多人做的生意 都是真的 不是那么真真正正的 应该创业的 我觉得就是 entrepreneur是生出的 entrepreneur不是因为 你工作受到挫折 就去做entrepreneur 希望不要误解 我在工作场所失败 我就去创业 一个entrepreneur是天生 一个领袖是天生 一个followers也是天生的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长处 知道自己的短处 你就应该按照你的能力去做 所以我是鼓励 你是一个企业创业者 你去创业 但千万不要误导自己 因为工作失败被创业 之后就是自己的创业者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很清楚的 所以所有的生意人 好像Dr.King 他都有一个万感商会 其实我们做商会 我们应该给一些正确的观念 我们从商 只是一个理念 不择手段达到利润 然后拿到利润之后 你是不择手段回饰社会 你千万不要觉得 我做生意是回饰社会 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只是代表你个人立场的 不择手段 Ellen Ellen 你是一个成功的商家 你同不同意他的说法 哈哈哈哈 不是 我们是有言论自由 多元意见 我明白他不是我的意思 他是说笑的 哈哈哈哈 在这方面 我觉得 当人们想起创业 其实他们应该多想一下 利用政府 尤其是市政府 你知道 在万感市 我们有个叫 small business council 我们是有工程 他们还是一些专业人士 而且他每个星期 或者每两个星期 就举办一些workshop seminar 比如邀请Ben哥这些大会计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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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教他们这些东西 啊 其实呢 除了这里之外 还有请了那些律师 那样 令到他们呢 就知道呢 怎样去报税 怎样去 啊 去创业 去注册间公司 这件事呢 其实是很直接帮 帮到手的 第二件事 就是 Ben 可能你都记得 我们在 2012 2015 回大陆参加中关村的 其实中关村的模式呢 是真是好到不得了 就是现在呢 在中国呢 就是那个 創新科技 就是这么多 他呢 就是有些人呢 租了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 呃 然后呢 就免费给那些年轻人用 哦 用半年时间 中关村的情形呢 他们很有趣的 呃 他们呢 就是免费给他们用 甚至呢 每天啊 包他们一个饭盒 希望他们 午餐 不要离开 那里 就是埋头虎干 那 但是呢 有些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呢 那个 帮助呢 就跟这些 年轻人呢 就签了合同 就要拿你的股份 那 那 那当然呢 啊 我要占你公司49% 那 大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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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最后呢 那个平均数呢 原在中关村呢 就是呢 南洛占那些人呢 所有人的平均呢 17% 好了 我们去参观其中一间呢 就有个年轻人呢 三十几岁出头 他四年之内 是由14000尺 擴到14000尺 十倍啊 原因呢 他有两个年轻人呢 他有占股份的 就是发明了一些APP 卖了给Yahoo啊 Google啊 这样 无端端呢 哇 突然发了很多钱 你知道吗 他有两三个成功例子呢 是out of 说成千个的 那这件事呢 我觉得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鸡 就是一个模式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觉得呢 創业呢 是应该的 很难得呢 在加拿大呢 有个这样的环境 第一 我们是自由 民主 和呢 我们这个mixed economy呢 原来有80%以上 是中小型企业 即是如果你在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地方呢 如果你假如 那个中小型企业呢 是比例少到 在加拿大呢 你不试创业呢 是浪费了这个环境 好了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 刚刚时间就了 麻烦你了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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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